現在我是一間物流公司做IT的項目經理 其實工業及系統工程 其實就是把一個系統工程放在一個工業 究竟是什麼工業呢 其實都很廣泛 譬如是一個製造業、物流業、服務性行業 都可以這樣去劃分 以至於一個系統工程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比較宏觀的視野去看整間公司的運作 去到問題的徵業所在哪裏 用一些叫做流程的管理 或者流程的改善的一些方法 去令到那個產業有所提升 其實無論你是一個製造業、服務性行業 或者物流業好像我們公司那樣 我們學系的學生都可以幫到業界很多